中国互联网教父 曾经有一个人 搜狐的创始人叫张朝阳 认识吗 你们知道当年张朝阳 在互联网领域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马云 马化腾 李延宏 都曾经在台下听他演讲 他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的教父 对吧 他早就财富自由了 对吧 一个男人又有钱 又有公司 又有才华 学历又高 关键还是单身 活得不要太潇洒 好不好 就全世界去玩 你知道吗 一会儿去南极看企鹅 一会儿去北极看北极光 就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的财富已经自由了 然后他就开始享乐生活 最后他说他抑郁了 他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他找不到生命的价值了 再次回国的时候 他发现中国互联网的格局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门户网账时代已经结束了 BAT开始崛起 百度腾讯和阿力 所以我们发现 张总这两年 变得低调务实进取多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还开始当起物理老师了 他突然发现 企业家的一生 是奋斗的一生 是拼搏的一生 是创造的一生 是不断地革新的一生 就是金庸先生说的那句话 叫大闹一场 悄然离去 各位王永信先生 90多岁了 还在考察项目 他是在考察项目的路上 悄然离世的 各位这就是企业家的一生 楚石建先生 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 他还在企业的岗位上 你说哎呀好惨啊 这个总比在医院躺着 你的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商量 拔不拔管 要好一点吧 反正人生的结果 都是一样的 对吧 不管你有钱 没钱 你有名没名 最终我们的结果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过程本身 比结果更重要 对吗 所以企业家的过程是什么 是奋斗 是拼搏 是什么 是创造 是创新 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员工 搭造好的平台 让员工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取更好的物质回报 改变他和他家族的命运 客户因为你 得到了好的产品服务 解决了他生活中的痛点 社会因为你 多了一股正能量 国家因为你 多了一些税收 而你创造了无数的价值 那么你的人生 既然是聪明 丰富 完整的一生 各位 同学们 你们不要觉得 我在跟你们讲鸡汤 这真不是鸡汤 我那次去格力的时候 对吧 我在他的会议室 在沟通和交流 其中有一位女学家 跟董总说 董总 你为格力 鞠躬尽摧 你辛苦了 你努力了 你拼搏奋斗 奉献了一生 你应该多关心自己 我们都心疼你 董姐礼貌地 微笑了一下 我觉得这位女学家 是真的发自内心地 关心董姐 但她未必懂董姐 她其实非常的幸福 因为有的女人 在婚姻 在恋爱 在家庭 在孩子当中 得到了生命的 充盈自信和幸福 但是你要允许 有一部分女人 她是在事业 在梦想 在更大的格局的维度 比如说 为国家的实业 为民族的品牌 为民族实业 为民族工业的发展 奉献了一生 把一个2000万的小厂 打造成世界500强 年销售额2000个亿 格力是像她的孩子一样 你觉得她不幸福吗 她非常的幸福 各位 她的幸福是 由内而外的 所以有的人说 董明珠强势 有的人说 董明珠孤独 而她却微笑地说 我很幸福 我坐在她对面 我是真的觉得 她很幸福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当你选择企业家 这条路的时候 你势必应该 像太阳一样 走到哪里 就发光发热 企业家的一生 是奋斗的一生 是拼搏的一生 是创造的一生 是不断地革新的一生 就是金庸先生 说的那句话 叫大闹一场 悄然离去